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00万人 因为抑鬱而要去看医生 特别是这个瘟疫期间 很多人都怕自己或者家人会受到感染 加上失业、居家龄等等 导致抑鬱的原因还有很多 好像对自己的将来感觉到恐惧、孤单和无望 这些都是令到人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 而得到抑鬱病 而当人处于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魔鬼就会乘机好像敲轿的狮子一样 伤害人的身心灵 使人沉溺在抑鬱失望当中 其实最有效医好抑鬱病的是 仰望上帝 上帝是人、身心灵各方面的医生 在《旧约圣经》诗篇42篇的作者 就是在抑鬱当中去渴望上帝 当被人嘲笑的时候 他会和自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门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上帝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清赞他 上帝有三方面的处方 你医治抑鬱病 第一 千万不要把眼光专注在忧虑当中 正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 那里说 你们落在百般事年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第二 要仰望上帝 思想上帝的慈爱、大能和应许 上帝是信实的 认识上帝对这致抑鬱 是最宝贵、最重要的 第三 将眼光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关怀他们 同他们分享你所领受到上帝的爱 和得到医治的经历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仰望上帝 慈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当我经过死瘾的幽谷 和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你容许我更加亲近你 经历更多你的慈爱和医治 天父啊 当我在无助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呼求 拯救我 求你将喜乐和平安赐给我 在我等候你的时候 重生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主耶稣 当我有门的时候 求你使我思想你的话 你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传福音给伤心的人 被老的得释放 慢的可以看到 求你让我看到你的光 拒除我人生一切的黑暗 在失望中得到希望 从捆锁中得到自由 圣灵啊 求你安慰我 医治我 而且亲自用说不出的坦食 帮我祷告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